那么丰冰箱各界引颈期盼的阿美族圣山 金兰阿三夏的图书馆 今天是终于正式动工了 不仅是乡公所手中成办破译的建设工程 图书馆不论是建筑外观 还是内部空间的规划设计 取材于丰冰阿美族圣山顶峰 以及是踢平胶岩地形的灵感设计创作 打造东海岸唯一一座网美式的阅读空间 从争取推动 一地重建到规划设计 前前后后花了超过五年多的时间 蜂蜜箱阿美族圣山 吉兰阿三夏的图书馆 今天终于正式动工 赤字1.82亿元的乡籍图书馆 未来长成什么样子众人也引颈期盼 乡亲朋友非常享受这个空间 总工程经费约1亿82万元的工程建筑 不仅是商工所手中成板破译的建设工程 图书馆不论是建筑外观还是内部空间的规划设计 主要反映在地自然环境特色 呼应阿美族圣山三型量体结合石梯屏 层层胶岩地形 创造了不一样的空间阅读环境 打造东海岸唯一一座网美式的阅读空间 刚才县长打给我 因为他早上在处理那个很多土石流 他实在没有办法冲过来 他说以后盖好 不要只有奖来借书那个落伍了 要善用这个文化的空间 那这个任务呢会落到两群人的手上 第一群人就是亲爱的校长们 加油 加油 对 要麻烦你们带小朋友来用设计阅读的方案 我们文化局检科长这边跟教育处的黄科长 也有设计有阅读的方案 另外要拜托头目们 就早上去文件站 下午的时候你们猜拳轮班 要来这里把公共讲故事 小朋友带来头目来讲故事 所以这不仅仅只是传统的图书馆 他在教育部推动 现在的图书馆是多元的功能 封冰箱阿美族盛三下的图书馆 不仅只是图书馆单一功能 反而是朝多元化服务面向来发展 硬体建筑正式动工 内部软体的建制 箱长秋福顺也同步争取 内部的部分原则上我们也会积极的跟上面要争取经费 我们也希望刚刚如同我们科长以及我们局长所讲的 希望能够创造出多元化的一个空间利用 那我们也希望打造出不一样的一个阅读的一个环境 呈现三角帆船形式层层堆叠而上的建筑造型 主建筑分别为地上四层楼以及地下一层建物 总楼地板面积约497.5平 规划包括大厅、山海咖啡厅、儿童区、在地艺文区、主体展区、多功能阶梯展演区等等 地下室主要是机房以及储藏室建制约62平 另外户外还有平面停车场等等 完工后不仅是多元服务面向的图书馆 也将成为封冰箱唯一绿建筑 接着是玉兰封冰采访报导 是玉兰封